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还有微微摇晃的小船 这都构成了一个十分悠闲而华丽的美景 在眼睛看到这些美景的同时 耳朵里还能够听到忧伤的吉他声 大概是因为摩托艇的引擎声 很轻易地打破了这美景的原因 本来就断断续续的吉他声 戛然而止 巴神恩忽然间站起身了 转过身 冷冷地望了这个一眼 这个强力剧情人物刻意地遗忘 可不是那么好销售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他的眼神当中还有强势的威慑的意味 只怕都有好几天都会被吓得睡不着觉 脑海里面围盪的也一直都是巴神着冷然的一眼 而对于方林和雷洛来说 被巴神望着一眼之后 就感觉肌肤上仿佛都有着一种刺辣辣的被灼伤的难受感觉 摩托艇继续地往前开了不到二十米远 对面就传来了巴神这低沉的嗓音了 闻 或者死 方林早在寻找到巴神安之前 心中就有着自己的困惑 那就是就算是找到了巴神安之后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杀 是谈 还是与之结盟 在这里杀掉巴神安的话 不会有声望上的任何的损失 因为对于三神器家族来说 巴神安已经明确地宣布退出了 对于天国神族来说 巴神安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否则也不需要安排两位巴结集当中的人 威斯和麦卓来监视他 并且这儿四面都是汪洋大海 巴神安就是想走 也未必走得掉 然而 巴神安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说杀就杀的对象 哪怕是在KOF96当中 KOF97乃是巴神安的最巅峰时期 而随着而来的天国神族血液的疯狂之血的暴走 就使得巴神安更弱是简化破碟似的升华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 那个境界 灿烂 辉煌 疯狂 肆意 却若烟花爆发到了最盛那般的短暂而脆弱 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 KOF97的时候 巴神安急剧提升了全方位的实力 其实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代价就是 212世秦月音 与百世鬼烧的全面削弱 所以 KOF96时候的巴神安的强悍程度 比绝大多数人想象当中的都要强得多 严格的说起来 甚至比KOF99的时候还要强出一线 但是更要考虑到 就算能在这儿杀了巴神安 却因为世界切入的惩罚 多半也很难获得他身上的神器 八尺勾穷玉 而没了这三件神器 也就代表着 一旦暴风高 你自彻底的将妇人和牧师消除以后 便是无人能治 天下无敌了 是会导致剧情的彻底的逆转 此时巴神安的性格 可以说比KOF97的时候还要古怪 未曾经过大蛇一战 狂化暴走的他的性格是十分的孤僻的 并且自视极高 陌生人要获得他的认可 与之攀谈几句 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现在看起来 无论方林打的是哪个主意 都要免不了做一件事 那就是战 要杀巴神安的话 这一战是无可避免的 同样要和巴神安谈 那么也得拿出让他认可的实力来 率先发难的 却是雷落 因为方林已经说了一句话了 杀了巴神安 若杀得了他的话 那么掉落的钥匙里面的东西 由你先挑 而无力不起早这句话 若反过来理解的话 那么就是 只有丰厚的利润 那么熬上一个通宵 又算了什么呢 获得了足够动力的雷落 面对巴神安的威胁 反而是狂笑一声 用力地践踏在了旁边的摩托艇的引擎上 方林皱了这么一头了 并不是因为摩托艇的骤然间加速 而带来的失衡感觉 而是由于雷落这一脚踏在了加速器之前 已经将旁边那个带路的老人给踢中了 这可怜的老家伙的身躯 中了雷落一腿之后 身体似皮球一般疯狂地膨胀了起来 然后就爆裂成了漫天的血雨 在阳光蓝天白云当中 纷纷洋洋落江下来 而雷落在这瞬间也已经解除了自身用积分的外表尾中 恢复到了他先前身穿着红色喇嘛的僧袍 袒露右臂的年轻僧人的形态 大部分的血雨都落在了他红色喇嘛僧袍的上面 而这件叫做金加罗杀叶的特殊装备 在被淋上了血液之后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被雨水抽洗过的树叶 有一种新鲜剔透的感觉 在佛教的历史当中啊 有一句话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有不少杀人 识人的大妖怪 能够在瞬间变成佛门的护法 而最典型的就是孙悟空了 因此这样带着邪气的正魔佛门法器也不在少处 凡语啊 叫做阿努干哈达特波一末 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残酷的慈悲 阳光仿佛以一种膜拜的方式 照在了雷落古铜色的脸上 海风中他的僧袍在风中烈烈吹响 结实的胸肌胳膊上面的线条 清晰的肌肉块 使得雷落的身上流露出了强烈的野性的霸气 他就这么站立在了船头 摩托艇的船手以极高的速度 劈破了迎面而来的波涛 在水化之中 雷落已经凌空越向了巴神鞍 以一种君临天下的方式 然后浑身上下燃烧着紫色火焰 狼狈无比的被一记百事鬼哨 直接打了回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雷落却也展现出了 他身为曾经的转世灵童 一代教主的可怕实力 他在空中翻滚的时候 已经将双手养放 右手执在了左手上 两个拇指相接 口中摸颂 魔力知天之咒 身后却浮现出了一句 慈眉善目 似乎已经沉睡入灭的如来虚醒 下次佛陀在沙罗双树园当中 入灭的迹象 若是对密宗有所了解的人 那么就能够一口叫出来 这是涅槃之打日如来相 雷落结出来的手印 就是密宗真言当中的宝瓶印 据说将这个手印练习演绎到极处的话 便能够入超人之境 根本成身会附体 得到我心既缠 万化鸣合的力量 方林不知道雷落这个宝瓶印 练习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他至少肯定 哪怕是西藏那些苦修了几十年的僧人 都很难达到 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 因为雷落摆出了这个宝瓶印的手势以后 居然就可以直接站立在了海面之上 海水仅仅能够没过他的脚踝 雷落重新踏着海浪冲向了巴神庵 火红色的森袍在风中飘扬 他的背影落在了方林的眼里 既有青藏高原上天藏时候 浮冲的高山突炫的残酷和高傲 又若扬起的欧式跑车的车门那样是高贵 雷落此时在方林的精神力探测的环境数据画下 具有相当的信心 让对手与自己来一个硬碰硬 而硬碰硬的方式 这正是雷落最喜欢做的事 并且对于巴神安来说 除了暗勾手这等离手打出的滑行火焰不会遭受到雷落的反弹之外 其余所有的攻击都算得上是近身的攻击方式 雷落的刺激光环则是全额反弹 巴神冷冷地看着这个敌人前冲 然后他冷冷地出手了 他的武器就是手指 十根手指就像是十把在需要的时候 就会绽放出锐利寒芒的刀锋 让敌人的身体铭记住了那种被切割撕扯的痛楚 然而在雷落第七次从海中当中站立而起 面无表情反扑而至的时候 巴神安也觉出了一丝的疲惫 他的体内同样生出了厚力不济的轻微的感觉 而手指每当接触到对方身体上的结实肌肉的时候 就会传来一种极冷极凉的灼热的错觉 而这感觉在久久不散 在身体的内部融合窜动着 就像是一把把的小窜挫刀在蚕食着自己的体力和耐心 这个家伙竟然能够借助我的力量来反击我 巴神安的愤怒刚刚升起 立即就变成了惊恶了 因为他在分析雷落反击方式的同时 就免不了会分神 而对于极其擅长把握时机攻击的方林来说 这瞬间的分神便已经是足够了 方林举起了双手 然后扶底下的身体 一种平滑的高速直接冲向了巴神安 海水在他身边安静的汹涌着 却发不出一丝的声音 因为声音都被前冲的黑洞似的完全吸收了过去 不知怎样 方林此时打出来的八只女 给人的感觉是安静祥和的 就像是夕阳之下返航的传播一般 承载的是幸福和温暖 一时之间巴神安逆也有些正确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方这一招和自己家族传的近千百二十一世八只女 无论是出招的手势还是发动的过程 那都是极其相似的 但是那种感觉 那种该死的温情默默的感觉 却当真叫人有一种又好笑又是好气的感觉 你这个蠢货 将神圣的八只女当成了什么 就在巴神安卡定了决心 要让这个侮辱了八只女的家伙 认识到真正的八只女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呢 身前的海浪却猛然间腾起 卷起了一堵高近五米的可怕水墙 狂暴无比的是迎头砸了下 这一瞬间 笼罩在冲刺而来的方黎的身体上的那种温情默默的虚性 就被骤然间粗暴的撕扯了开来 就像是一个暴徒一把扯掉了摩托身上的杀裙 又像是初出校门的大学生被无情的现实生活给蹂躏了 巨浪滔天 若山轮一般重重的压了下来 而更为诡异的是 海浪上面燃烧着诡异的蓝色火焰 水和火本来是两种截然不同不能够相容的物质 但是在自然界里面在特别特殊的情况下 水也可以作为燃料来加强火势 比方说 在高速的飓风已超过三百公里的时速 猛烈的摩擦过海面的时候 海水就会被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从而在海面上形成异常壮观的火风暴 而方林此时营造出来的这个效果 当然不可能与肆虐而过的火风暴那样的壮观 不过它却充满了一种诡异与霸气 那是一种若山一般逼来的恐怖的压力 不仅仅是源自于那一堵滔天而来的水墙举浪 更是来自于雷落 是正在蓄积力量的雷落 它的双足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是重重刺入岩石内部的钉子 但事实上它脚下踏着的却是海水 那种智弱与智当的感觉相互混合在一起 既是矛盾又有着一种相当和谐的融洽 最重要的是 雷落手上的手势又进行了改变 而他身后佛陀的幻影依旧 但双手上下交叠 下拳的拇指握于上拳之中 口中没诵的乃是大日如来心中 这个密宗的手势 却是号称最难掌握的 大日如来之力的智权印 施展出这个手印的人 会得到犯罪一切阻碍自己的障碍之力量 雷落即将发出的这一拳 乃是由三国世界当中 从张飞身上获得的充全技能 加上自己在现实当中的密宗心法 混合出来的变异技能 这项变异技能的缺点和优点 都十分的明显 缺点是一目了然的 那就是过长的蓄力时间 和缓慢的出招速度 若是用来对战的话 很容易会被人嘲笑为打木桩的技能 不过通常打木桩的技能 都有着共通的优点 那自然就是十分强大的威力 以及变态的附加属性伤害 被雷落击中的人 将会被附加上 整整三百秒的有害附加状态 而且那是令人头大无比的 混合了四种有害附加状态的 并不是杂乱而来的那种 也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 乃是分别从以下九种异常状态当中抽取出来 一减少移动速度百分之五十 二减少攻击速度百分之五十 三每五秒降低十五点体力之 四麻痹 五目盲 六虚弱 七痛苦术 八流血 九 一顿术 并且许多人都会忽略一件事 雷落这一招被形容成打木桩技能 确实是相当贴切的讽刺 但是若旁边有一个人将雷落要打的目标 变成木桩的话 那么就没有人可以用轻松与嘲弄的眼光与心态 来面对这一切了 雷落相信方林可以拖住八神安 直到自己的拳头命中对方的身体 他知道这样的信赖很不好 因为在他的意识里面 通常情况下对这种叫做信赖的东西依赖越深 往往导致的后果就是被人从背后捅刀子的时候 伤得越惨重 所以雷落就会在这个时候妥协的想到 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任这个该死的家伙 他就不知道 在赌徒倾家荡产败光家产之前 往往都会恩赐恩赐恩赐大于实的对自己说 这是最后一把 无论输赢我都走 雷落雷落虽然是一个貌似出家人 其实本质是野心家的家伙 但是他确实 但是他确实谨守着佛教的绝大部分的节律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戒赌 所以他对于自己出现赌徒一般的心理思维方式 还是没有任何的警惕的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